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探浅 我们现在看到的蜻蜓 表面都是黑色的 其实它是在表面上敷上了一层吸声材料 也就是消声瓦 消声瓦使得高频回波显著降低 也就意味着你要用主动声纳进行探浅的话 那么消声瓦降低了蜻蜓它的目标强度TS 蜻蜓辐射噪声主要集中于低频信谱 所以目前探浅来说 更多的是关注低频信谱的探测 对于探浅 还可以用航空投放声纳 以及基载声纳 基载声纳有它的好处 灵魂性高 同时 紧正降噪技术的发展 蜻蜓在视觉上就变得越来越小 因此 看起来就越来越困难 也就意味着 辐射噪声的降低 看起来就越来越困难 因此 需要增大激震的孔径 来提高振振意 来探测 安静形的蜻蜓 所以有拖叶 长性震声纳 对于免用 在测声方面 比如说有 单波数回声测声纳 多波数回声测声纳 庞视声纳 测扫声纳 或者是守时式回声测声纳 在测速方面 比如说 多补了 流速泡面仪 ADCP 或者是速度计 按功能划分 民用上 有测声纳 测流声纳 鱼探仪 电位声纳 导航声纳 通信声纳 声纳信标 以及应拿器等等 在民用上 我们可以用 多波数声纳 也就是多波数 条带测声仪 进行海底 地形地貌的测量 可以用 海底侵袍声纳 对海底沉积层的 分层结构 进行测量 以及 海底底子的测量 用 变声纳 进行 海底矿场的探测 以及 流速流向的测量 渔群的探测 等等 在民用上 通信 电位 以及 导航 仍然也会应用到 本次课的内容 就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